那您會比較認為就是可以接受的月退的收入是多少 我認為當時政府告訴我的 你的退補基金的設計應該要給我多少 而我依法去繳了之後 我就依法應該領到多少 你今天如果你要去改革 說你的退休金已經不夠了 那你應該還是要有性愛保護原則 保護我當時契約的內容當中 告訴我我應領多少 那未來如果你真的要改革 也只能從立法之後不做即既往的去改革 這樣子我才能夠被性愛保護原則所保護到 我們當初是認為怎麼樣的薪索 跟政府有簽訂契約或合約 我們是考試專的 那我們進入那個學校 我們要進到考試之前 政府本來就是有這樣的契約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領怎麼樣的薪水 而且第二個 我想要跟您講的就是說 政府不要把國家弄成軍品社會 這樣不對 就以後就要降到完全一樣 可能以後學校教育 大家沒有動力去念書 家長沒有意願去投資 我所了解最近出來講說 我領太多要講出來 都是台獨聯盟的分子 老師裡面很多這種啊 那媒體不要被騙 真的就是台獨 那我沒有政黨的屬性 我有的只有國家 那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 以後 哪一個人來當軍公教 那這個國家就完蛋 我們盼望媒體能夠發揮社區的 社會公區的功能 平衡報導 我們監督聯盟 那些好多好多訴求 媒體一個字都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已經控制媒體到幾點 你先想看那一天緩同 那麼多人好多轉步車來 結果一個畫面也沒有 我告訴你 我當年我們是最優秀的人 才到示範體系 可能在古時候 公務人員可能會收紅包 因為他可能帶一太太 像很簡單的 像民國的初年就是這樣子 像清朝明朝歷史就是這樣子 你讓公務人生活不下去 他會怎麼辦 他就開始去收錢了 他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現在為了慢慢的 我們現在工人的待遇都很好 而且很好的退休制度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想其他事情 好好做我們的 他不會受誘惑 他就好好做我們現在的事情 那該怎麼證呢 我們就走好就好了 糟糕你把它改下去 改到以後萬一不能生活的時候 你想會怎麼辦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歷史會從業 期待你退休的收藏是多少 是 其實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講 因為我現在好像薪水四萬好了 如果說他退休那種 如果領三萬多塊我覺得也OK 但你現在的大概月退的收藏大概是 我們退休只有本空大概四萬多塊 本空大概四萬 對 那然後加上我們自己當初 我們有一份就是說 我們的保險金 我們自己存的保險金 拿來存在台灣銀行 然後他的那個 我們的利息給我們來過生活 就是優存的部分 對優存的部分 那加起來大概多少 加起來六萬多塊 對不對 適合改變好像先沒有談軍人的部分 只有談交的部分 常務人不談 因為他如果說你不談 你要把軍人發案拿出來談啊 你為什麼不 為什麼說軍人另外再談 另外再談 你把發案拿出來我們來談 就是最少的人 以目前 以目前 我們按照 不說既往 不說既往 沒有說我要多少人接受 我按照以前的政策 以前所制定的 以前政府給我們制定的來做 對不對 政府不可以違背信任在保護原則 那今天 今天你開假遊民 你今天弄兩千多桌 你每年是不是都要幫兩千多桌 那你年紀會議改完之後 我們就變遊民了吧 那是不是要增加更多呢 那你會造成全國更慘 請真正的專家學者出來講 不要不是專家學者 是在那裡講 一萬一他不是專家學者 顧利雄也不是 他是法律只會鬥爭人的 顧利雄其實沒有贊助 對他沒有贊助 我們這些人都不是專家學者 他跟您的意思是說 這些多的遊民 是該阻止你們接近中國的意思嗎 我是這麼認為 我剛沒接起來 我看為什麼會講到 我是這麼認為 顧利雄這樣子的 3%3%砍 人家還勉強能夠接受 你18%砍了15% 15%砍了12% 12%砍了9% 9%以下就不能再砍了 你不能說6年以後歸零 憑什麼歸零 因為18%是我們薪水的一部分 是退休金工要薪水的一部分 你怎麼給他歸零 歸零就是沒有了 是不是 你憑什麼給他歸零呢 你如果說給他砍一 就是循序漸進砍一半 大家還能夠接受 你現在通通6年之內沒有了 一個人少領兩三萬 多少的月退金對你五年 差不多是足夠的 這個我無法去精算 我只認為說你18% 不能夠一次砍到9% 了解 至於所得替代率 對不對 所得替代率 那麼你政府一下砍到75也不對 我認為應該是維持到80 對不對 維持到80應該是最低的了 你不能在那個了 是不是 因為現在有一些人是超過百分之百 那個一定要砍 一年少一%慢慢少 他不要一下砍到六年 六年的全砍光了 你一年一年慢慢砍 我覺得可能 事實上他連砍都不敢砍 老實講 就是說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誠信 那如果要砍就一年砍一%慢慢砍 砍個十幾年都沒有了 是不是 18%全沒有 18%就18年 就這樣慢慢砍下去好了 如果你一定要砍的話 我覺得有一些議題是不透明的 比如說公教人員的18%等等之類 那其實現在大部分 年輕的公務人員 已經都沒有18%了 所以到底是哪些人領了18% 不要把它製造成一種 好像所有公務人員都領18%的那種假象 應該是在最多的這個議題起來之前的時候 你們有感受到社會中的被對立的感覺 有啊 有啊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很自在的說出 我是什麼職業 像怎麼樣的說法 或是誰誰誰記憶 講什麼 那你以前的 社會普遍民耐的風氣 你們公務人員 怎麼樣 比如說坐計程車吧 坐計程車司機可能就會 有時候說 欸小姐你做什麼的 那如果你講軍公教 他就會說 喔你們最好了啦 50歲什麼 55歲就可以退休什麼之類 可以領很多錢 還有18% 其實我們一直覺得 這種污名化實在是很令人受不了的事 我覺得政府沒有講清楚 他們沒有講得很清楚說 到底18%是怎麼樣 而且其實算下來 現在領18% 領到18%的那一些高官退休的 我想應該比率也蠻高的吧 那他們是不是自己應該出來稍微 好